狼不一定可怕 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 追脚互不欠款 时间只剩两天 可欠款还剩一大截 老四急了 老九笑了 老八却夹起尾巴披上羊皮了 刺客接这个差事也不容易 我们不帮他 也绝不能拉他的腿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为了朝廷 一匹狼明晃晃地走来时 所有的羊群都会躲避 而当这匹狼转变策略 披上一件较为温和的羊皮时 所有的羊群都会接纳他 把他当成同伴 而老八身上的羊皮一定是高仿 他不仅迷惑对手 连跟自己的同伴 也装得像真的一样 老十前门大兼卖家当 老八责怪老九 应该早点帮他还账 他这次至少要在宗人府 圈近半年 这老九本不差钱 但之所以不借 就是想借老十那二百五的憨劲 攀一攀太子 谁知道太子真的把账给还上了 八哥 你知道太子的钱 他是从哪弄来的吗 谁知道 好家伙 老八不愧是干大事的人 搁老九面前也得装 作为对手 他恨不得连太子床前 都得安上摄像头 太子卖官得来的钱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这天 唱春元气氛不对 由于老十在前门大街卖家当 康老爷子血压飙升 刚怒砸了文物一件 根据老八的指示 马仔葵旭带着太子卖的六个缺 掐点来到唱春元 李德权告诉葵旭 皇上心情正不好 你确定要见 葵旭窃喜 磨着李德权 一边装作为难 一边真心送钱 李德权作人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钱照收 事不办 双喜临门 葵旭眉毛要笑飞了 因为跟老八一样 扳倒太子 成为太子 也是大个永恒的梦想 但老大也不傻 之前太子欠款 老八故意抛个诱饵给他 老大反手就破功了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老大不能两次抵挡同一个诱惑 这次葵旭真诚的脸 正经的脸 严肃的脸 让老大终于沦陷了 都在敢发誓 这几个人啊 太子连见都没见 老大两眼放着光 仿佛看见了梦想就在前方 果然啊 康熙只用了两个问题 就让六名后补官员露了马脚 太子和这六个人什么关系 回华 据儿臣所知 太子连这六个人的面都没见 什么 康熙叫得越厉害 老大就越兴奋 老爸 你瞧 太子卖官了啊 老爸 你考不考虑换个太子呀 老爸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老爸 鬼缘吗 皇阿玛 鬼缘吗 老大一肚子骚话 被全部闷了回去 这康熙在短暂的愤怒后 能瞬间警醒 是因为他看穿了老大夺敌的意图 但这也不意味着 急急忙忙赶来的太子就安稳了 李公公 知道皇上为什么叫我吗 是不是这几个官员 说了什么红话 这几个官员 是大爷引荐的 当时奴才不在殿里 不得不说呀 李德权说话办事 那叫一个严谨 当时李德权的确不在殿里 而是在门口 一个康熙放屁 他都能听到的地儿 雷霆霹雳